李登辉和陈水扁之间都是忍无可忍 也真是应了那句俗话 花五百日红 忍无千日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李登辉和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根据维基解密的披露 在2008年马英九高票当选之时 李登辉对杨苏帝胜赞了马英九 并且提及自己在90年代初 对马英九有提携的功劳 而在今年的12月9号 李登辉在网上发表文章 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还说马英九在欺骗人民 在数月前他与蔡英文一同站台造势的时候 李登辉还喊出了气把宝台的口号 我们看到马英九从政之后 曾经被李登辉任命过 陆委会副主委等重要的一些职位 那其实熟悉台湾的一些行政体系的人来说 做过陆委会官员的人 其实是很被看重的 因为如果未来想要担当重任 一定要熟悉两岸事务 那我想请问一下郑教授 就是到后来我们看到 马英九和李登辉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发展成为像陈水扁一样 那么这之间有什么样的渊源 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是的 马英九踏入政坛 其实是受到了蒋经国的资欲之恩 他刚回台湾的时候 顶着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次担任这个次担任蒋经国的诗人的英文秘书 其后呢 在蒋经国的晚年呢 快速的拔着这个马英九 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担任副秘书长 不过说实在话 李登辉这个掌权之后呢 在1988年 他拔着的这个马英九担任严考会的主委 这是马英九做的第一个部长级的这个官位 其次在1991年 他让他做了陆委会的副主委 1993年在连战内阁的时候呢 让这个马英九担任了法务部部长 不过在这个期间呢 马英九因为他很认真的去抓会选反贪腐 也搞得这个国民党内部一些地方派系呢 传统政治人物极为不满 李登辉也对马英九因此而产生了一些 这个不满意的这个现象 马英九随后呢 这个持官归隐去政治大学教书 但是1998年台北市市长那一战呢 国民党再度的请出了马英九 李登辉也为马英九站台 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马英九说这个报告李先生 我是新台湾人 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 正港的新台湾人 这一战让马英九可以说是 拿掉了外省级所谓原罪的这个包袱 而顺利的被台北市的选民接受高票当选 但李登辉当然很聪明 他看到了这个马英九是名誉之星 其实在2008年马英九刚刚迎回执政权之后呢 李登辉还一度对他示好 在基本上我们必须说 李登辉对马英九不像他对陈水扁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审级情节 李登辉是有非常严重审级情节 他歧视他这个非常排斥外省级的族群 第二个他跟这个陈水扁两个人都是搞台独的 但是他跟马英九在基本意识形态的路线上呢 是有所矛盾的 马英九基本上是认同中华文化 认同一个中国的 而且马英九的大陆政策 跟李登辉想要推动的大陆政策 其实是完全背道而驰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李登辉还想利用在2000年之后 他的台联党继续在政坛上呼风唤雨 但是马英九在2008年他迎回执政权之后呢 并没有给台联党太多的这个资源 所以李登辉当然怀恨在心 尤其后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呢 李登辉更是不能忍耐忍耐 所以基本上李跟马之间 是有基本路线意识形态的这个矛盾的 如果说马英九和李登辉之间是有基本的矛盾 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话 那我们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了 在08年马英九担任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呢 李登辉曾一度向马英九示好 李登辉曾向美国的在台协会的杨苏帝呢 盛赞马英九 并且重提了他当初提携过马英九这件事情 那您怎么看在当时的那样一个环境下 那样一个时期 李登辉对于马英九做出的这样示好的动作 08年泛兰阵营再度能够拿回自政权 这个国民党呢 重新掌握政权之后呢 李登辉这一个政治变色龙立刻开始盘算 他对这个马英九示好 哎呀透过AIT的嘴呢 放话给马英九听 那么当时在08年的时候呢 5月16号 当时这个AIT去访问李登辉的时候 李登辉就说这个马英九对我呢 很尊重 他用赖信源这个绿营的学者担任陆委会的主委呢 就基本上表示是让我很放心 而且呢他非常高兴 李登辉甚至于说有赖信源在陆委会做主委呢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对大陆政策踩刹车 以免国民党冲过头 那另外呢 他在08年的11月4号 接受AIT的这个拜访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马英九正好碰到执政出席的一些困境 李登辉就开始批评马英九了 他说啊这个马英九这个人呢 唯一的专业知识就是海洋法 他根本不懂经济这方面的议题 而且呢 他说啊 马英九就任5个月以来 我们已经看出来马英九缺乏判断胆量 领导能力啊 还有马英九缺乏前后一贯的宗教跟哲学的信仰 他对马英九疲弱的领导力大不以为然 甚至于在09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劝赖信源说 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已经开始这个向中国靠拢了 所以你赶快辞职吧 但是那个时候赖信源已经跟李登辉这个背道而驰 决定是分道扬镳 这中间一个转捩点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马英九开始快速的大幅的改善两岸关系 而且马英九决定邀请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会长来台湾访问 这件事情让李登辉决定要更进一步的跟他翻脸了 如果说按照您的分析 马英九和李登辉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话 我们看到在这中间马英九扮演的角色呢 好像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他对待李登辉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尊重的 反而是李登辉的变化呢 是反复无常的 前后不一的 比如说在08年刚胜赞完马英九之后呢 他在前段时间手术之后 也就是在11月9号呢 李登辉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这样说的 他说根本没有九二共识 马英九在欺骗民众 您怎么看90多岁的李登辉 还在网络上发这样的文章 来批判马英九 讲穿了 就是李登辉想要破坏两岸关系 他希望能够借着 由他的口来保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从头到尾 至今都不承认 两岸之间有过九二共识 对一个中国有过共同的认知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李登辉当然跳出来呢 批评马英九 台湾媒体披露 多年来李登辉 与台湾政治人物的关系反反复复 先是不满陈水扁的背叛 后来又想收编马英九 也曾质疑蔡英文的能力 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 台媒披露李登辉干政内幕 好那您也提到了 他的目的可能还是为了保护蔡英文 那么李登辉和蔡英文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维基解密提到在2008年蔡英文 刚刚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李登辉曾经在与美国在台协会人员的谈话中 质疑过蔡英文的能力 还认为她太过于接近陈水扁 但是在2011年的竞选期间 李登辉多次为蔡英文站台服选 而蔡英文在早年间 曾经是李登辉的重要幕僚 参与炮制的两国论 现在蔡英文作为民进党推出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候选人 曾经也是李登辉的旧将了 而且也是李登辉炮制的两国论的参与者 那么当时李登辉和蔡英文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 郑教授 1990年代出的时候 蔡英文原来只是台湾经济部门的一个 但是李登辉和蔡英文章的两国论